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由于培训时间有限,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在线培训 首先,谢谢各位参加由阿门科技大学图书馆举办的云培训系列讲座 为了保证培训的品质,培训中会静音各位的声音,并分享主想人的屏幕和PPT 如果有问题,请先记下来,等结束后再统一发问 如果您是阿门科大的老师或学生,麻烦进来的时候把登录名修改为MUST 加老师或职员或学生,再加上你的历称 这场培训的主题是WordWord个人信息管理工具 PPT已经上载在图书馆的导航上,在线结束之后也会分享 希望对大家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那么现在就欢迎本次的主讲人邓先生问大家讲解 邓先生,你好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屏幕了 OK,OK 有看到我屏幕吗? 现在可以了 OK 好,谢谢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一样了,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嘛 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七八分钟了,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我姓邓,Alan Tang,然后我们公司是Progress公司 今天介绍我们公司一个个人信息管理工具,这名称叫Progress Blackwork 然后今天我会谈到怎么去创建一个个人账号 然后也会介绍一下怎么去掌握把一些参考文献或者是你当录下来的文档一般来说都是PDF了 把它会导入到那个RAVLOG里面去 另外是怎么去阻击或者是管理你的研究文献 然后怎么去有什么办法可以分享你的研究文献 然后最后就是怎么把它生成影文或者是创建那个文莫那个参考文献 首先介绍就是怎么去创建一个Progress Blackwork一个个人账号 这个是Alkota的主页了 然后在它的右方有一个图书馆的小图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那个小图 然后就会来到那个Alkota图书馆的主页 然后在那个主页里面中间我们点击一下的计料库 我们点击计料库 然后在那个检索框里面我们输入那个RAVWORKS 然后再点击查找 然后这马上会连到那个质量库那个盗航系统里面去 然后会找到有两个RAVWORKS 然后今天这个今天下午我们介绍就是那个新的RAVWORKS 在使用那个学校的机缘之前我们首先要要登录你的你的学生的账号啊 才能才能利用啊 假设我们登录之后他就马上会带你到那个那个新版那个RAVWORKS 那个那个登录那个画面啊 当然如果你已经啊之前有注册个个人账号有用过的话 那就直接输入那个个人账号跟密码啊啊 但是如果没有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是啊今天才那个啊 啊呃创建那个账号的话那就跑到下面下面有一个RAVWORKS 就是创建那个个人账号 点击之后首先要求的就是你要输入你这个学校那个email地址啊 不是一般的email地址啊啊163啊或者是什么yahoo啊.com啊这些是不行的啊 一定要用那个学校给你的电邮地址啊 举个例子啊 啊后面是add小老鼠啊然后那个must.edu.mo的啊的email地址啊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check 然后这是透过你这个你这个学校给你这个email 然后我们就可以定位到那个啊是那个啊奥克大的账户里面啊 啊然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啊自己啊设定一个口令 新一个password啊啊最少要六个位啊最好是八个位或者以上 就比较好然后在下面有这个sign up 那这样子就会啊啊創建一个个人那个账号啊 啊点击之以后那个vivebook系统会给你发一个email 到你当才啊啊啊注册那个那个email地址啊 啊然后你就回答你就去到那个啊那个啊电邮系统里面 啊会找到一个啊啊啊一个email啊这样子的email啊啊 啊然后啊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啊啊连接啊啊 啊那你就点击一下那个连接啊然后去啊啊啊 啊确认一下你的你的账号啊你点击那个连接之后 啊然后他就会把你带到那个啊啊啊啊那个工作的画面啊啊 啊工作画面啊啊然后里面你要啊啊啊啊啊 登记一下你的明清你希望在那个网络里面啊啊出现的明清 或者是你你是那个啊啊哪个啊啊学科的学生等等啊啊 啊这些基本的计料啊啊然后就可以点击 next啊啊啊 啊啊他的股票啊啊啊然后啊他会看到一个这个画面啊啊 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啊啊帐啊啊 啊所以里面还没有什么东西的啊啊所以你看到啊啊 啊很一大片的空白的位置啊啊啊啊有一个 的我在花园之后可以看到是嗯这样一个啊啊如果 的使用之后大概就会看到是这么一个画面啊啊啊 我先介绍一个工作的画面 在右上方都有学校的明清 还有你可以改变界面语言 它有七个不同的语言界面可以给你去选择 然后旁边就是你自己的明清 在左手边 最主要就是 因为往后我们就会用文件夹的方式来管理你的文献 所以在这边我们会自己会创建很多不同的文件夹的明清 然后这里会显示你的所有的文件夹 如果你点击了某个文件夹的话 它就会在中间会显示那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 有哪一些文献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是 正常的显示 所以它就会 只有一些比较简短的 都是它的明清 还有来源 等等 不是太详细的 但是如果你要看详细的话 你点击一下其中一条文献 你按了之后 然后它就会在右手边 会显示那个比较详细的内容 好 我介绍完怎么去创建的账号之后 我们马上就会介绍 怎么去把一些 你们认为你们希望把它保存下来 这样来对你们写那个报告 会有帮助的文献 那个参考文献 或者文档 把它储存到 那个你的 个人账号里面 在这边 你是看到有一些 比较熟识的明清 这个都是一些平台 或者一些数据库的明清 当然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不可能是 把所有都演示一遍 所以我大概会 会演示一些比较 你们会常用到 或者是你们图书馆 有的资源里面 有的资源 我再会介绍 好 首先 因为那个 刚才你也看到了 因为有 Watworks 它是有两个版本的 因为之前 可能也是同学 就是会再用 那个老的版本 如果是用老的版本的话 怎么去把 里面的内容 或者是文献 把它转到 那个新的 Watworks里面去呢 我首先介绍一下 好 那你就打开 你的新版的 Watworks 然后在那个 左上方有 这个 interest 按一张 这个 字幕 然后下面有一个 Input Reference Input Reference 你点击下 Import Reference 然后它上面 就会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从 Legacy Ravwork 这是老板的那个Ravwork 另外一个是Mandelay 如果你是Ravwork的话 那你就点击上Ravwork 你点击那个Ravwork之后 然后它会跳出来一个老板的那个Ravwork 那个登录这个画面 那你就去输入你这个账号密码 然后就再登录 登录完之后 它就会自动把你在那个老的账号里面的文献 它是copy一份记录过来你新的版本 但是要注意 它不是把老的版本里面的文献把它删掉 或者是挪过来 不是这样子 它是只是copy一份 复记一份过来而已 对那个老的版本 那个account是没有影响的 就是透过那么简单的一个工具 就可以把那个储存在老版本 那个Ravwork里面的文献 就可以把它挪到新的Ravwork 那个account里面去了 然后另外我下面再介绍就是 怎么从那个科大那个发现系统 那个查询系统 查到一些东西 查到一些计料 我们怎么去把它储存到那个Ravwork account里面呢 好 我们首先跑到那个科大那个图书馆 那个主页 然后其实最正面就是那个 那个发现系统 我们只要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系统里面 我们做一些检索 比如说Prixit 我们再点击查找 那这马上会出现你查找的结果 查找的结果 然后在每一条 这个结果的记录 这个右方都有一个大头症这样子的 那你就如果你要选择这一条的话 那你就点击一下那个症 再点击下面那个 比如说这两条都是你选择的 其实那个过程 每一个平台都差不多的 就像你们去购物网去购物 或者到淘宝上面去购物一样 你首先选择 你要放入那个购物欄的记录 或者东西 把它选择 选择完之后 然后它右上方就有一个大头症这样子的 这个你可以理解为 那个购物欄 差不多一个概念 你构选两个之后 然后就可以再点击一下 那个上面的大头症 点一下 然后它就会跳到那个储存的记录 储存的记录里面 比如说里面就有刚才 我们选择这两条记录 好 比如说我们真的要把这两条记录 把它导触到那个Rugwork的话 那我们首先构选一下 构选完之后 在上方这个位置 我们再点击 点击完之后 它就会出来一些选择 其中一个选择就是Rugwork 然后我们就点击那个Rugwork 点击之后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话 就会看到一个节目 一个画面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因为刚才我也说过了 那个Rugwork有两个版本的 因为那个系统不知道你是在用哪一个版本 所以你首先要告诉他 我希望把这些记录 我要导触到那个新的版本 还是老的版本 那个Rugwork 但是如果每一次都这样去 要回答问题的话 好像这不太方便 所以你希望 那个系统把它记下来 然后下回不要再去问的话 那你就应该在下面那个位置 勾一下 然后勾一下之后 就表示 你这个电脑就会把你的选择记下来 然后下回它就知道 你接回做什么选择 它往后就会记下来 就会知道你的选择 就不用会再问你这个问题了 在今天这个例子 我们就选择下面那个 Export to the nearest version of Rugwork 就是最新版本的Rugwork了 好 马上就会出现 Import Complete 这是我说已经导入成功了 导入有两个Document 我们再点击一下OK 然后它就会出现 这两条记录 再出现在那个Rugwork里面去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会 首先会出现在那个 Last Import 你可以算它是一个文件夹 这个概念 所有刚刚会 刚刚那个导入进来的文献 都会出现在那个 Last Import Folder里面 然后因为现在是Normal View 它有不同的显示方式 现在是最一般用的 显示方式 Normal View 所以它没有太多的资料在里面 它是只有那个左者 或者是那个 来源的明清 等等 很简单的 的资料 如果你要看 它比较详细 或者是全部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点击一下 然后就记录 点击完之后 然后它就会在右方 会出现 减条记录的详细内容 OK 就是透过刚才那个方式 我们就可以 从那个 那个发现系统 然后就会 导出一些文献记录 到那个Rugwork 往下来 我是介绍 Pocres平台上面的 怎么去导出一些 记录呢 好 我们又回到那个 科大图书馆 那个主页 然后这边也是 首先选择那个资料库 首先选择资料库 然后在这边 输入Pocres 然后再可以 查找 然后再 因为我们是用 那个 Pocres 这个名字 来做查询 所以你现在看到 都是 在那个 所有都是 那个Pocres 的 的 的 出现在 在那个列表上面 举个例子 甚至我们要用 那个 Pocres Central 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就点击上 Pocres Central 然后大家马上会跳到 Pocres Central 那个检索的画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 马上就可以 做一个 输入 那个关键字 换一个 换一个 来做 那个检索 然后我们就 比如说在这边 Supply Chain 那我们就可以 再点击 那个Search 好 那个结果也是 马上出来了 就是跟 之前那个 差不多 首先我们要选择 有哪一条记录 我们要导处到 那个 Rover 在这个例子 我们在 每一条记录的前面 有一个 空格 然后我们就可以 勾选一下 打了勾之后 我们在 右手边 有三个点的 我们点一下 那个 小图 然后他就会提供 很多选择 怎么去储存 这两条记录 图 两条文献 然后我们在 其中中间 我们就会 看到有个选择 是Rover 然后我们 我们再点击下 Rover 就可以了 点击完 Rover 之后 然后在这边 会有一个画面 是跟你确认 你是导触到 Rover 然后在这边 会导触一些 引文 文哉 index 等等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直接点击 Continue 点击 Continue之后 他就马上也是会 跟之前一样了 他就会 告诉你 Import Complete 导入已经成功了 要2B 那个文献 已经导入了 然后再点一下 OK 然后他都会 显示出来 刚才 在那个Pocres 这个平台上面 导入这2B了 之前 在那个 奥克大图书馆 那个发现系统 下面那个 他会 也会显示出来 然后他也会有 大概一个时间 比如说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 你是导入这2条 大概是 两分钟之前 你是导入这2条 这样子 他会有显示出来的 同时现在 你当前也是 在那个 Last Import Folder 这边 好 所以 我在介绍 另外一个平台 就是也是 Pocres 它是 它是一个电子书的平台 它是一个电子书的平台 在那个电子书 那个平台上面 现在 奥克大 大概可以访问到 大概超过 20万车 那个电子书 它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样了 我们在 因为它也是 Pocres的产品 所以你也是 在这边用Pocres 在那个检索 然后检索出来之后 第一个出现的 就是那个 Ebook Central 就是那个电子书的平台了 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电子书 会出现 那个电子书的 检索的画面 我们也是输入一个 关键字 做那个检索 Nano2 我们再点击一下 Search 然后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 我们就用 刚才那个概念 我们首先选择 我们要 要导出 哪一个 哪一个记录 到那个Rafael 但是在这个 这个画面 大概就会找不到 有个位置 可以导出的 如果要导出的话 我们首先 有两个选择 一个 首先就 点击一下 那个书的明清 我们点击了书的明清 这会把你带到 那个 详细的介绍 那个书 的页面 然后在那个页面 这 左下方 我们会找到 一个Sitebook 我们点击一下 那个Sitebook 然后它就出现 这个 引文的选择 在那个 左下方 就有一个选择 是Rafael 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Rafael 这个其中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 我们 不是一条一条 去 导出到 那个Rafael 我们首先 把它放到 那个Bookshelf 因为它有 一个Bookshelf 的东西 你也可以 把它 理解为 大概就像 一个购物栏 一个概念 比如说 我要把 这两条 这两个 这两个书的 记料 我要把它 放到的 Bookshelf 然后我们在 每一个记录 这个右方 都有一个 有一个文件 假的 这个小图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完之后 我们 我们再 跑到 上面 右上方 有一个 Bookshelf 就是 书架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然后它 就会 跑到 那个Bookshelf Bookshelf 这个画面 然后其实 那个Bookshelf 里面 我们也可以 创建 不同的文件 假 把我们 保存下来的 不同的电子 书放到不同的 文件夹里面 在这个例子 我是创建了 两个Bookshelf 一个是 Research 一个是 MUST 比方说 我要把 那个储存在 MUST 里面的电子书 一气性的 就把它 导出到 Research 的话 然后我们 就首先 点击 那个MUST 定位到 MUST 这边 然后 现在 在中间 看到这两 B数的 资料 就是 储存在 那个MUST 那个文件 夹里面的 我们确认之后 那就可以 再点击一下 那个左 那个右向方 那个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 那个 它就会 不管你是 那个MUST 里面有多少 B 那个 电子书的记录 它都同时把 那个文件夹 MUST 文件夹里面的 所有电子书 都 导出 然后在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选择 Export as Rough 我们导出到 Rough 然后再点击下 Export 选择 Rough 之后 点击 Export 那这样子 也是会 同样 看到 刚才那个效果 差不多效果 也是 Import Complete 我们也 再点击一下 OK 也是会看到 这两本书 就是刚才 我们从 Ebook Central 那个电子书 平台 那个导出来的 OK 我们再给一个例子 就是Science Direct 这个也是比较会常用到这个Database 在那个Science Direct里面 我们也是在这边 我们就用Science Direct来做search 然后就马上就 找到那个Science Direct 我们点击一下Science Direct 然后在那个Science Direct里面 我们是 用了一些 不同的 Boolium Search 来用一些 And or Not 来组合做那个search 然后那个结果出来了 也是一样概念 我首先选择 有哪一些解锁结果 我们要导处到 Rough 如果在这个例子 我们是构选这两个 构选这两个 然后在中间那个上方 有一个export 我们点击一下export 点击export之后 它就告诉你 要两个citation 两个引文选择了 然后你要怎么弄呢 这两个引文 然后第一个选择 就是Safe Truth 那你就选择 点击一下 Save to Rough Work 点击以后 也是会马上跳到 那个Rough Work里面 就看到也是一样了 Export Complete 也是一样 点击OK 然后就会看到 结两笔 就是刚刚从那个 Science Direct 那个平台上面 导出来 那个结两笔记录了 OK 在往下边 我是会介绍 那个Google Scholar 随时Google 好 我们在那个 Google Scholar 那个画面上边 比如说 我们做那个 解锁 Benedict European Union 这样子 然后它就会有一些 那个记录 跑出来了 那个解锁 解锁 跑出来 然后 在每一条 那个下方 都有 这个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 然后我们这个 如果我们要 导出结一笔资料 比如说 Ingress in a Post 这样子 导出结一笔资料 到Graphware 的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 点击一下 那个符号 点击以后 它就会出现 一个引用的选择 然后在那个选择 下方 就会找到 Graphware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那个Graphware 它就会出现 那个Graphware 这个画面 然后就告诉你 Import Complete 我们储存了 一个文献 OK 也是可以点击 那个OK 点击OK之后 然后在这边 就会找到 刚才 从那个 那个Science Direct 那个Google Score 找到那个 我们导出来 这个一条答案 因为那个Google Score 它是不支持 那个多个记录 同时导出的 所以在那个Google Score 我们要一条一条来做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是他们那个平台 那个献祭 最后我再介绍一下 就是中国自网 因为这个也是非常 受翻译的 你们会大概会 常常会用到的 也是我们首先 跑到那个中国自网 那个 检索的画面 比方说 我们用那个主题 成像规划 做一个检索 我们就点击到检索 然后那个结果出来了 也是跟概念也是一样的 步骤也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选择 要导出哪一些资料 我首先把它勾选起来 在这个例子 我是选了三条 一二三三条 选了三条之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 有导出与分析 我点击那个撒来单 然后这中间 有一个选择 就是导出文献 导出文献 我再点击一下 导出文献 然后你现在 要导出到哪里呢 然后它就 下面就有一个选择 是那个Rubware 我们选择那个Rubware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完之后 然后它就马上会 把刚才 我们勾选这三条记录 导出来一个 那个Rubware 任何的一个格式 任何一个格式 然后在这个方面 我们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边 可以点击导出 导出以后 因为它那个 中国自网那个平台 它是不支持 那个直接导出到 Rubware 所以它首先会 你点击导出之后 然后它会首先储存 成为一个档案 那个档案储存之后 那你会在 那个左下方 会看到 那个档案的明清 一般来说 会导入到 那个下载 那个文件夹里面 好 我们首先 现在不要管它 我们首先回到 那个Rubware 这个界面 我们也是在 那个加号 那个点击一下 然后下面有三个选择 我们结回也是跟刚才一样的 我们选择那个 Import Reference Import Reference 我们点击一下 在之前我们是 从那个老平台 Rubware的老平台 导进来 所以我们选择那个 Magic Reference 但是结回 我们是 要 从一个文档 里面去导入的 所以我们 就选择下面 那个Import from a File 然后我们可以 点击一下 那个蓝色的位置 Select a File from your Computer 在那个本地电脑上面 是选择一个文档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然后它会 然后我们就可以 再选择 那个CNKI的文档 我们在那个 download那个位置 那个Folder 就会找到 那个CNKI 那个文档 我们点击选择之后 我们再点击Open 点击Open之后 那个Rubware的画面 就会显示出来 我们 知道你选择 这个文档 然后我们发觉 它里面的格式 是Rubware的 Tag Format的格式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 按照Rubware的 Format 来帮它导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可以 再点击那个Import 你点击Import之后 然后它只会 也是跟之前一样了 就会Import Complete 然后然后三个文献 已经导入了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 OK 然后它会显示 刚刚从那个CNKI 导入进来 这三笔计料 当然也是一样了 它现在是 那个Normal View 所以它现在都 都没有太多东西 只是那个佐者 然后那个年份 然后那个文献 那个标题 这样子 如果你要看那个内容的话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条 那你就可以点击一下 第一条 然后它这个内容 就会在那个 右方会出现 这个就是刚才 从那个CNKI 导入进来的资料 就是这样 除了从一些平台 上面是导入之外 因为你们也知道 因为很多东西 有些时候不是电子版的 或者是它不是 在某一个平台上面 它有一个直接导出 那个功能 那个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那个 图书馆那个书架上面 我们找到有一本书 纸本的书 或者一个纸本的期刊 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也是在那个加号下面 然后我们有一个 Create New Reference 创建一个新的文献 创建一个新的 Reference 引文记录 你点击以后 然后它在这右手边 它会出现一个 编辑那个 那个栏位 编辑一个记录 这个栏位 然后你只有在那个 理论上 你要在每一个 不同的栏位上面 要填一些计料 这个就不太方便 但是我们Raford 有一个很方便的做法 你只要在那个 Title上面 那个标题上面 打入一些关键字 当然其实最好是 把那个全名 把那个文章 或者文献的 那个提名 全部打进去 都比较准确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只是打着keyword 比如说在这边 我是 我是 敲了那个 Crimid Change 然后在 就在 右方 那个 有个闪电的符号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它就会在下方 会显示出来 有些文献的记录 它是 标题是有 包含那个 Crimid Change的 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 你要去找哪一条 比如说 原来 对 我是要找第一条 它的题名 就叫 Economic of Climate Change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点击完之后 它就会自动 帮你全部填好 所有的栏位 然后 然后你就 填好之后 那你就可以在 右上方 有一个Save 你点击那个Save之后 然后这会 自动储存 成为你的账号里面 其中一个 引文记录 就是这个 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就很方便 就可以 把一些 主要是 纸本的资料 有些文章 甚至纸本的 我们就也可以 透过这个方式 把它加到 你的账号里面 变为一个 电子的 那个 引文记录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知道 很多研究人员 或者学生 他们平常在 那个 做那个 查找 记料的时候 都会 download很多 那个PDF 一些全文 或者怎么样 然后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可以利用 那个PDF 已经 下来PDF 我们怎么去把它 加到我们的 这个 Rubwood 那个账号里面 然后那个 Rubwood有一个 很好的做法 就是 Drag and Drop 就是用拖拉的方式 直接把那个 PDF把它拖拉到 你的Rubwood account里面 它是会自动 抓这些 那个PDF里面的 这个文章里面的 引文 然后 然后 然后生成一个 记录 好 在这个例子 是 比如说 我把一个PDF 放在我的 桌面上面 然后我们就 直接用 鼠标 把它直接拖拉 拖拉到 那个Rubwood 那个位置 那个Rubwood 那个位置 它会自动 会出现一个 蓝色的圆圈 你就把这个 拖拉到 那个圆圈的里面 放手 然后它就会自动 会 帮你 上载 上载到 那个 上载那个PDF 到你 那个Rubwood 那个账号上边 然后也会自动 抓到 这些 引文记料 比方说 我刚才拉过来 它就自动 上成一个记录了 你什么都不用干 就拖拉过来 就 就 就完事了 然后 你跟刚才的不一样 在这边 你会看到 有一个 那个文档的小图 这表示 截笔资料 它是有 带有 那个PDF的 你点击一下 然后在 就在右手边 它会打开 那个详细的资料 然后在 那个向方 你会看到 有一个read 然后后面 有一个文件 有一个文件的 那个图 因为那个Rubwood 它是自带 那个阅读器的 就是PDF的阅读器 所以你不需要 把它当录下来 然后再 再用那个 Ecobat把它打开 比如说 直接在这边 如果你要看的话 就直接点击一下 那个read 阅读 然后它就会自动 在那个Rubwood里面 去帮你打开 打开 这个文章 然后这个文章 也可以 就这样子 在线阅读 也可以 或者是 做一些 把它 某一些段落 或者文字 把它变为高量 或者是 有些 注释 也可以 也可以有些 notes 可以加上去的 这是非常方便的 好 就是 我刚才 就发了 差不多有 40分钟 就介绍了 不同的 导入这个方式 从不同平台 当然我今天 因为时间问题 我只是 介绍了 有几个 你们比较 常常会用到 这些平台 当然我们也支持 其他平台的 很多的 关于其他平台 是什么 是导入呢 等一下我会告诉 你在哪里 可以找到 这些资料 首先我再介绍一下 怎么去 主机跟管理 你已经导入 进来的文献 我刚开始 也介绍过 在Frafford里面 我们是用文件夹 来储存 文献 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会 储存很多 文件夹 然后把一些 不同的文件 我们分别放在 不同的Frafford里面 然后放在Frafford里面 之后 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 跟其他人 指定的人 或者是跟 其他同学 去分享 你这个Frafford 某一个Frafford 不是你这个整个 就是只是某一个 你指定某一个Frafford 里面的内容 我们首先看一下 怎么做 很简单的 如果我们要创建 一个文件夹的话 然后我们在这边 可以首先选择一些 我们要放到这个文件夹 里面的这个引文 在这边 比如说我在这边 以勾选的3B基料 我首先勾选 勾选完之后 我们在上面 就有一个 assign to folder 把它放到某个folder 上面 我们点击 assign to folder 然后它就会出现 你目前已经 创建好的一些 一些现有的一些 那个文件夹 列明清 如果你不想 放在这些文件夹 里面的话 你可以重新创建 一个新的一个文件夹 来保存这3B基料 这个例子 比如说 我点击一下 create 然后我们就很简单 你可以就出现一个 创建一个新文件夹的画面 然后你就把你这个文件夹 你希望他叫什么名清 中文 英文 繁体 简体 都可以的 义文 韩文都可以的 那你就把这个名清打上去 比如说在这个 在这个例子 我是用这个 MUSD Demo 这样子 然后我就再 点击 那个右下方 那个create folder 我们点击一下 那这样子就等于 已经创建好了 然后再说一下 对于现成的一些 现在有的一些 那个文件夹 如果我们要分享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 文献 引文资料 跟其他人分享 是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要点击一下 share 或者你可以先定位到 某一个文件夹 也可以 要不然你先点击 那个share 也可以 我首先 点击一下share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 share folder share folder 我们点击share folder 然后它就会出现 这个share folder 的不同的设定 这种画面 首先第一个 你现在分享 就是跟某一些 指定的人去分享 还是你希望跟整个 organization 在你们的例子 就是你是不是希望 跟所有在奥克大的 Raffle对用户去分享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在这里 我是选择了 only invited people 就是你既定的某些人 才可以分享 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中间 那个pubbingURL 那个pubbingURL 的意思就是 在这边 你可以生成一个 超连接 生成一个连接 然后那个连接 你可以发给 随便一个人 这个人 不一定是 那个Raffle的用户 他都可以 透过这个 URL 就可以 定位到 你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 OK 然后在第一个选择上的时候 我是 only invited people 所以我们现在 就跑到下面 那个share with 我们要指定 我们要某些人 才可以分享 只是主要 我们就把他的email地址 把它加上去 比如说 你跟三个不同的人 去分享 然后你就把他的email地址打上去 每一个email地址 用一个逗号来分隔开 然后就可以再点击 那个down 然后这个人 就会收到一个email 然后告诉他 然后有一个用户 希望把他某一个folder跟你去分享 然后他就可以去点击 然后他打开 或者是把他加到他自己个人 那个Raffle账号里面去 就是这个方式 我们就可以很灵活地 用不同的方式去跟其他人去分享 我再重复一下 其实有三个选择了 第一个选择就是指定某些人 第二个选择就是 public URL 就是透过这边生成一个URL 然后发给随便一个人 他都可以去看到你这个folder里面的资料 然后第三个选择 其实就是在上面 anyone within your organization may join this folder 如果你选择这个的话 那就是说 你没有指定谁可以去分享 但是他只要是奥克大的 Raffle账号的用户 他愿意的话 都可以分享到你的folder 是这个意思 然后最后我都会再介绍 那个Site and Create Bibliography 就是产生那个影文 和创建那个文莫 那个参考文贤 在这边我会介绍不同的方式 首先上面就是 Create Bibliography from a list of reference 就是 指定某一些某一些影文 我们把它创建成为某一个格式的影文 OK 然后下边那个 如果你是用那个Microsoft Word 来做你这个写你这个报告的话 我们有一个插件叫 Rapbook Citation Manager 如果你是用2016年 Microsoft 2016年或者是之后的 比如说365等等 都可以使用那个Rapbook Citation Manager 来帮你完成你这个报告 文内引用或者文墨参考都可以插入进去 然后第三个 如果我是没有用那个Microsoft的 那就可以用Google Document 等一下我也会也细一下 用Google Document怎么去可以插入 一些文内引用或者是 那个文墨那个参考文献 首先很简单 我们首先定位到某一个文件夹 然后我在定位到某个文件夹之后 然后我们就勾选一些 不同的影文 选择之后 然后我们再点击 上面正上方这个 两个多号这个符号 然后再点击这个Create Bibliography Create Bibliography 我们点击之后 它就会自动 按照你这个 默认那个格式 然后会上成 刚才你已经选择这些影文 把它上成一个 文墨参考文献 OK 在那边 上成之后 那你就可以copy 然后储存起来也可以 或者直接把这些 参考文献 把它贴到你的文章的最后面也可以 我再说一下 在那个左上方大概这个位置 它就会显示出来 当前你是用哪个格式的 然后在这边是APA第六版本 如果你要改的话 其实在这边也有个上来代表 里面你可以选择几千种 有五六千种不同的格式 你们都可以在这边选择 另外一个方式 这个在这边 我都是刚才说 那个介绍 在这边 刚才那个画面是 APA 然后在这边 也是算是AMA 但是不管 反正你要改那个默认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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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输出的格式的话 你点击 然后它会 跳出个视窗 然后你再可以 在这边 搜索的那个位置 你就可以 打一下 如果你是跳APA的话 它就把所有APA的选择列出来 如果你是选择 那个MLA的话 它就把所有 反正是你要选择哪一个 它就把所有 那个相关的选择都拿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 按照你的 需要 然后就选择 把这些 你已经选好这些引文 把它 生成某个格式的 参考文献 然后如果你是用那个Microsoft Office 或者是说那个Microsoft Word的话 如果是2016年 或者是更新的版本的话 那你就可以 在那个 上边 可以 做一个插件 叫那个 RCM 然后就再 是这个 Roblox Citation Manager 然后你点击一下 RCM 然后它就出现那个 Roblox Citation Manager 你在点击那个Citation Manager之后 然后它在右方 会出现那个 Roblox Citation Manager 那个画面 然后在这边 然后你就可以 在你这个文章里面 某个位置 你这个光标线停在哪一边 然后在这边 然后在这边 再选择那个 某一条文献 然后它就会自动插入到文章里面 等一下我会做一个在线演示 因为这个 如果用那个PowerPoint来演示 好像是比较 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我会做一个 在线演示 同样那个 在那个Google Document上面也是 你可以在那个 Add-on 它有 那个工具列上面 有个Add-on 你点击Add-on 然后 就会找到有一个 Progress Graphwork 你点击Progress Graphwork 它就会在右手边 也是会同时显示出来 有一个 Progress Graphwork 也是跟那个 刚才那个 Rafwork Citation Manager 差不多这个功能 也是 你要在你的文章里面 某个位置 你光标停在哪边 然后再选择一条引文来插入 它就自动插入 然后同时也上乘 那个文墨 这个参考文献 OK 好 现在我就把那个画面 转回那个 在线模式 我演示一下 怎么去生成 这些引文资料 跟怎么去 在那个 Microsoft Word 或者是Google Document的环境之下 怎么去插入 那个文献 OK 打开 打开那个 Rafwork OK 我首先打开 Rafwork 比方说 我现在 首先 我的定位到 那个 Mental Health 里面有 有七条记录 对不对 有七条记录 我当然 我可以选择全部 选择全部 也可以 但是如果 我不需要了 我是 首先 选择三个 就可以了 三个可以了 可以点击这边 然后再 Create Bibliography 它就会自动上乘 文波 参考文献 然后你就 然后这个 Copy Clipboard 或者在这边 你可以再选择 去 换另外一个 账号 另外一个格式 或者是 你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有个数字 我们现在有提供 六千多个 不同的格式 你可以 比如说 我是用MLA MLA的 然后你这下边 就马上会出现 不同MLA 那个选择 不同MLA的选择 跑掉 OK 不同MLA的选择 比如说 我要 我要用 MLA 第七版本 然后他就 自动 按照MLA 重新生成 这些文波文献 然后你就可以 按照自己需要 再Copy一下 然后储存 储存 或者是 放到你的 那个文章 那个后面 文墨 这个位置 好 再来 我是用 那个 BIGO software 来做个演示 等一下 我先打开 这个文章 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没有看到 就是 说一下 然后如果你们 没有人说话的话 那我就算 你是可以看到 我画面 比方说 首先 怎么去 把一个 RCM弄到 这个文章 弄到这个工具列 上面 如果你没有 装 那个RCM的话 那你就可以 首先 跑到 那个 reference 这边 reference 这边 应该是 这个 insert 这边 插入 这边 insert 这边 然后在 大概中间 位置 就会有一个 get add-ins get add-ins 你点击一下 然后它就会 显示出来 有一个 选择 那个 add-in 的 画面 你在这边 是 输入 那个 Rafwork 在这边 再 手询一下 然后 这马上 会找到 那个 Rafwork citation manager 然后你点击 那个 add 就可以了 它就会 在 你的 你的工具列 上面 会加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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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 如果你要 用这个 这个 的话 那你点击 一下 然后再 点击一下 Rafwork citation manager 然后它 会自动 在 那个 web 的 右手 边 会 产生 一个 一个 citation manager 然后它 在这边 会 自动 的 显示 在你这个 Rafwork account 里面的 所有 这个 引文 或者是说 我不需要 所有 所有 引文 显示 出来 因为我 已经 知道 我要 引用的 引文 是在 放下 某个文件夹 的话 哪里 也可以 选择 比如说 我选择 mental health 文件夹 也可以 这样子的话 它 只是 显示 在 mental health 一个问题 家里面的 东西 比如说 这样子 可以开始 写你的文章 比如说 我写到这边 我要插入的话 然后我这个 光标就停在 我要插入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把 那个光标 挪到 某一条 那个引文上面 你看 一放到 引文上面 它就会马上 出现一个 选择 side bits 就是引用 这一条 比如说 我要真的 引用这一条 的话 那我点击一下 它马上 就会插入 那个文件 引用在这边 好 然后我们就 继续 再写 我们的报告 OK 然后在这边 我要再 要选择另外一条 我要再 把那个光标 挪到 某一条 那个 引文的位置 我再点击一下 就是透过这个方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 插入 然后在这个例子 你们也可以看到 我是利用这个方式 然后我是 插入了两条记录 两条记录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使用的是 MLA 7 因为刚刚我是 在那个演示的时候 我是把它改为 MLA 7 如果你要 如果说 我要改一下 我不要用 MLA 我要用APA的话 然后你在这边 就可以 citation style 这边 就可以按一下 然后在这边 再做一些选择 比如在APA search APA这样子 然后它在这边 下方就会选择 所有APA的选择出来 APA5 APA6 等等 最新 APA7也出来了 APA7 我们也可以计时了 比如说我还是找 APA6 我点击一个选择 update 然后在这边 就会马上改回 APA6了 所以你就可以 随你方便 老师说 这个文章 你要指定 是要用什么 什么格式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 去选择 把它改过来 好 比如说 我这个文章 我已经写好了 应该插入的 文类引用 我已经全部插好了 比如说 这个时候 哪里就可以 再上层 文博 参考文献 怎么做呢 你再回到这边 蓝色 这个左方 三个横线的 我再点击 然后下面 那个 Bibiography off 它默认是off的 你完成之后 再点击 把它改回 on 之后 然后它再会自动 在左方 这个 你的报告 这个内容里面 自动生成 一个reference 这个很方便的 OK 这个时候 哪里就可以 把它 save 保存 保存起来 然后就可以 去提交 我再举个例子 是用那个 Google Document 因为 怎么说呢 在美国 是比较流行的 这个就是 Google Document Google Doc Google Doc Google Doc 就那么简单 就可以去到 这个画面 去到这个画面 这个是我的画面 然后我们在 那个右下方 有一个财号 彩色的财号 就是表示 我要增加个新的 文件 OK 那个新的文件出来了 比如说 我首先 说一下 怎么去 把那个 add-on 加上去 add-on 然后在这边 我已经加了 那个add-on 但是我告诉你 怎么去加 然后在这边 就有个get add-ons 我点击一下 然后在这边 就search 也是同样 有Progress也可以 Ravwork也可以 一般我是打Ravwork Ravwork 然后它马上就会出现 然后它马上就会出现 这个Progress Ravwork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 把它加到 那个add-on上面 就可以了 加完之后 然后你在那个add-on里面 就会找到那个 Progress Ravwork 然后在旁边有一个 manage citation 你点击一下 然后它同样 在右方 也是会显示 那个 它默认是 All Reven 因为同样 也可以选择 mental health 或者是CNKI 或者怎么样 比如说 在这个例子 我是用CNKI 然后它会显示 CNKI 那个文艺夹 里面的内容 然后你就可以 自己去 写你的文章 by one 比如说 到这边 我要插入 我第一个引文 插入第一条 也是一样 你把那个光标 放到它上面 它马上就有个选择 Set this 点击一下 然后它马上 就会插入 马上插入 然后我再继续写 这个位置 我要再插入 光标也停在 最后面 这个位置 然后比如说 我要找另外一条 我插入这个 也是一样 一点击 然后它都是 文类引用 跟那个文博 那个参考文献 它是同时上层的 然后你看到 也可以看到 如果说 我再来一条 这个我是 不用这个 CNKI FOX 的里面 记料了 我要回头 用那个 Foxy System 这样子 如果说 我要找几条 再加上去也可以的 然后它就会 也是会 自动 把这一条 然后那东西 也机动加上去了 就是透过这个方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 利用那个 Microsoft Word 或者是 Google Document Google Document 是免费的 所以在美国 很多人去再用 就是写我们的报告 然后再利用 那个 Add-on 或者是在 Microsoft Office 他们是叫 Add-in 都是同样 这种名字而已 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帮助我们 插入 那个 文类引用 或者是在 文末的地方 加上我们 有引用过的 这些 参考文献 OK 然后最后 我再介绍 还有哪一些 那个 Resources 机缘 你们可以去参考 或者是 有问题 是的话 怎么去 寻找那个帮助 或者是 怎么去 跟我们联系 等等 然后首先 我们有一个 Leap Guide Page 有那个 Leap Guide Page 有那个介绍 就是那个 New Weblog 是怎么去利用 然后我们有一个 Knowledge Center 跟Video Tutorial 然后 如果需要 跟我们 技术部 去联络的话 或者使用上 有什么技术问题的话 也可以发email 到我们这个 email地址 然后另外 我们在国内 我们有一个 QQ Group 也有一个 WeChat Group 你们可以加入 跟其他的用户 来做一个 沟通 联络 然后我刚才说的 Leap Guide Page 就是这个了 New Weblog 它有介绍 不同功能 不同功能 比如说 怎么去做 搜索 怎么去 有什么工具 然后怎么去 编辑 你的报告 等等 在这边都有 每一个都要介绍 然后在 在那个 WeChat Group 那个平台上边 这个右上方 有个问号 问号下面 这边就有一个Nord Center 跟那个Video Tutorial 我首先看一下 Nord Center 在这边 Nord Center 然后它有一些 Community Knowledge 就是会有一些 使用指南 这些东西了 然后下面也有 Training 也有 Nordwich Article 等等资料 你也可以点击进去 里面有很 很丰富的 参考资料 你可以去看的 好 我还是回到 那个Live Demo 给你们去看一下 刚才我介绍 那个 等一下 Rub Up OK 我们回到 那个 Rub Up这边 然后在这边 有一个问号 我点击下 问号 它有一个Nord Center 然后Nord Center 它有一个 Protect Document 有User Guide 然后有一个 最新的推出 那个资料 那个Release Note 也有是Training 也有是Training Video 在这边 也有一些 怎么去利用 怎么去Add New Style 怎么去 那个Citation Manager 怎么去利用 等等 都有 都有很多资料 然后的第二选择 就是Video Tutorial Video Tutorial 其实是把你带到 一个Rub Up 一个在YouTube 一个 频道 然后它 它下面有 不同的视频 这介绍 不同Rub Up功能的 也有Gmail 等等 然后最后 下面 有Contact Support 如果你要问题的话 可以 就是等于 发一个公单 或者是你直接 给我刚才 在那个PowerPoint 上面 有一个 有一个Email地址 你直接给它 发Email也可以 要不然 在这边 也可以填这个表 然后 发一个公单 给技术支持 这个部门 然后它就会 给你个回应 好 我再重复一下 那个 我们刚才 今天我们介绍了什么 我首先是介绍 怎么去创建一个 Progress Program 一个个人账号 然后我也介绍了 用了六七个 不同的平台 怎么将那个 参考文献 或者是文档 导入到你的 个人 工具里面 第三个 我也介绍了 怎么去 主机跟管理 第四个 怎么去分享 你的Folder 主要就是 然后 最后面一个 就是 怎么去生成 或者创建 那个文博 那个参考文献 我也介绍过了 希望你们都会 多一点去利用 这个Rough 这个不同的功能 然后 今天我介绍到 这边就差不多了 然后 现在大概还有 大概 还有十分钟 如果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首先 停了我的 分享画面 再看一下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去 现在可以提出 这个问题 或者是 有哪一个 我刚才有介绍到 这些功能 有哪一些 你是觉得 还是要我 再详细解释 或者是做一个 在线演示的话 也可以现在提出来 或者是有哪一点 我介绍的 不太了解 还要再重复的 也可以现在提出来 OK 是的 谢谢邓先生 那同学们 有什么问题 就欢迎提出 可以在聊天室 聊天室 下面打 或者是 看语音都可以 那PPT 我刚刚也上载到 群聊上面 大家可以下载 或者去图书馆导航上 也可以 然后培训的视频 我们之后 也会上载到 我们图书馆的 YouTube跟Bilibi的账号 就麻烦大家 可以少一少 那个二维码 帮助我们 做那个问卷调查 现在给时间 给各位同学问问题 大家都没有疑问吗 如果大家都没问题的话 那本厂的培训就结束啦 那下星期也会同样时间 都有不同的资料库讲解 欢迎大家就继续支持 还有分享给更多的同学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咯 谢谢邓先生 谢谢各位 再见 不要客气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